日本国际夜间城市艺术节六本目艺术之夜 睽違四年再度通宵举办 荷兰Close Act高秋剧团 带来高难度热闹却又优美的表演 现场充满喜庆气氛 朱日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也与森美术馆合作 邀请台湾艺术家张徐展 展出去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热带复演》 吸引许多日本民众及国际游客欣赏 你看到现在身后这些人就是刚好都在看我的录像 我就非常开心这样 就觉得可以把一些台湾的艺术文化 然后混合到我的动画里面 让不同国家人看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 对啊 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张徐展是新装星星五指殿第四代 在《热带复演》作品中 张徐展运用了台湾桑葬祭典传统纸杂文化技法制偶 拍摄成逐格动画 作品融合了台湾艺术舞蹈及东南亚民间故事 透过影像引导观众从苍蝇的复演视角 探索赛比文化 这个录像《热带复演》里面也有很多半装型的动物 像有东南亚的鼠鹿啊 或是日本的兔子以及华人的狐狸这样 然后它就很像透过五龙五字的方法去演绎 这样子的动物身份 然后里面藏着一个人 如果你们有仔细看录像的话 会看到里面藏着那个人的 很一秒钟的设念人出现这样 那其实也是要让观众 有一些不同的惊喜 我寅想到这个人形上那个 紙的在上画的地上 我一直在乎做到的 那和小型的纸扇纸都会有手术 张旭展表示 每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 到了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变化 在热带富演中 披着数路皮囊的纸杂人成功过河后 画面却像镜子一样破碎 盼留给观众思考生死的空间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道